升級卵靜 看回指數方面 上個星期都是升幅幾百點 今星期來說 市場會聚焦在星期三的財政預算案 以及PCE等重點數據出籠 看回港股方面也有先低後高的狀態 相信已經暫時存定了16000點的重心位置 如果後期繼續反彈來說 我覺得可以駁回一些重點科技股份 例如3690美團點評 看回春節的數據方面 無論是出油或者點外馬的數字 或者金額上面都有一個突破性的增長 而且見到美團的嚴豪性質 非常之不需要受到任何的外勢力影響 比較是來稅方面 所以我覺得反彈來說 它的走勢會比較好些 原水平可以考慮10%價外的call 如果跌出5%就要做止選動作 根據炮姐短線看好美團的部署 可以留意我們升佔一隻架外的美團波卵 22165 22165這隻美團波卵 10月份才到期 給到實際槓桿大概4.5倍 年紀夠長的話 除了短時博股價向上之外 萬一看中線慢慢向上的話 22165同樣都適合部署 因為時間值選動相對會比較低 如果在美團大概81元這個水平 昨天見過的話 22165對應的卵價大概是1毫1千4 軟線如果假設有大概一成的向上參考價錢的話 90元這個心理關口 假設持貨22165一個星期的時間值 以及假設引申波幅不便 卵價大概是1毫7千6 潛在對應升幅都有大概五成 謝謝